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三月三十一日晚上 张亮莹和杨千华都在广州召开演唱会 更加巧合的是 两人开演唱会的地方仅仅只有一江之隔 距离这么近 难免会有声音串场吧 广州演唱会大乱斗一江之隔的张亮莹和杨千华的演唱会 仅仅只有一江之隔的张亮莹和杨千华的演唱会 开始的时候 在参加杨千华演唱会的歌迷们 甚至还能听到张亮莹的海豚音 甚至都听不清杨千华的歌声了 可爱的张亮莹 甚至还在现场隔疆 向杨千华打了招呼 这也算是难得一见的场面了 张亮莹演唱会 现场杨千华演唱会现场 对此有网友表示 张亮莹的高音 太恐怖了吧 完全听不到杨千华的歌声 左耳杨千华 右耳张亮莹 隔着几百米 听到天上飘着海豚音 对对对 还是拒费嗓门大 千华姐姐 张亮莹 你给我小声一点 盖过我的声音了喂 我不要面子的嘛 看来大家 都是花了一分钱 听了两场的演唱会 也算是物超所值了 拒费张亮莹 果然是民不虚传啊 拒费张亮莹 张亮莹 1984年 10月11日 生于四川成都 中国流行女歌手 2005年参加超级女生比赛 获得继军出道 在比赛中 张亮莹就展示过 令人叫绝的高音海豚音 被媒体和歌迷赋予海豚公主的美誉 自张亮莹出道以来 张亮莹就在华语歌坛 奠定了一定的地位 2011年获得 韩国妈妈音乐大奖 最佳亚洲艺人 并入围欧洲 音乐大奖亚太 最佳艺人 2012年 蝉联七届中歌榜最佳女歌手奖 堪称华语流行乐坛第一天后 2013年 首次登上央视春晚 2014年 再度登上春晚 2017年11月 现唱2017年的上海唯蜜秀 再次惊艳了 中国和欧洲都对张亮莹表示赞美 可见张亮莹的演唱水准 已经是世界级别的了 张亮莹现唱唯蜜秀的开场作为 同样也在广州 开演唱会的杨千华 也没想到张亮莹的声音 能有这么高亢 杨千华算是八九十年代的人 非常熟悉的女歌手了 她不仅唱歌 还兼顾着演艺事业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 忘了杨千华还是一个歌手的身份 1995年 参加第十四届TVP8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获得继君儿入行 2000年 一 少女的祈祷异曲横扫香港乐坛 四台颁奖典礼 多个金曲奖项 2002年 2008年 与2009年三度 夺得十大金歌金曲 最受欢迎女歌星 香港女演员 歌手杨千华唱歌唱的 小有橙色的杨千华开始 进军香港的演艺界 谁知道杨千华不仅唱歌唱得好 演戏 也是一把好手啊 2002年 凭电影 新扎师妹获得 意大利吴电尼影展最受观众欢迎大奖 2006年 获演一家颁发我 最喜爱女影星金奖 2013年 凭借 春娇与志明夺得第32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2009年 12月21日 杨千华与丁子高的 姐弟恋终于修成正果 二人秘密道 美国赌城注册 在香港湾仔军月酒店 举行千万豪华婚礼 羡慕 一个事业爱情 双丰收的女艺人 歌手杨千华不知道这次 在广州开演唱会的时候 杨千华是否听见了 来自江对面的张亮颖的问候 这一江之隔的两场演唱会 真是便宜了江上的船只 一分钱没花 就可以欣赏到话语乐坛的两位 优秀的歌手的歌声 怪不得网友都说 广州真是个 追星的好地方啊 广州的朋友 可是非常幸福了 为什么 这么说呢 一张票 可以听好几场演唱会呢 《火箭少女》在国际体育中心 广州塔市周百豪 张亮颖演唱会 《海心沙》是杨千华的演唱会 体育西天环刘建华 爱呀听着 都非常羡慕呢 这部三月31日晚上 张亮颖和杨千华都在广州 召开演唱会 更加巧合的是 两人开演唱会的地方 仅仅只有一江之隔 距离这么近 难免会有声音串场吧 广州演唱会 大乱斗一江之隔的张亮颖 和杨千华的演唱会 仅仅只有一江之隔的张亮颖 和杨千华的演唱会 开始的时候 在参加杨千华演唱会的歌迷们 甚至还能听到张亮颖的海豚音 甚至都听不清杨千华的歌声了 可爱的张亮颖 甚至还在现场隔疆 向杨千华打了招呼 这也算是 难得一见的场面了 张亮颖演唱会 现场杨千华演唱会现场 对此有网友表示 张亮颖的高音 太恐怖了吧 完全听不到 杨千华的歌声 左耳杨千华 右耳张亮颖 隔着几百米 听到天上飘着海豚音 对对对 还是巨费嗓门大 千华姐姐 张亮颖 你给我小声一点 盖过我的声音了喂 我不要面子的嘛 看来大家 都是花了一分钱 听了两场的演唱会 也算是 物超所值了 巨费张亮颖 果然是民不虚传啊 巨费张亮颖 张亮颖 1984年 10月11日 生于四川成都 中国流行女歌手 2005年参加超级女生比赛 获得季军出道 在比赛中 张亮颖就展示过 令人叫绝的高音海豚音 被媒体和歌迷赋予海豚公主的美誉 自张亮颖出道以来 张亮颖就在华语歌坛 奠定了一定的地位 2011年获得韩国妈妈音乐大奖 最佳亚洲艺人 并入围欧洲 音乐大奖亚太 最佳艺人 2012年 蝉联七届中歌榜 最佳女歌手奖 堪称华语 流行乐坛第一天后 2013年 首次登上央视春晚 2014年 再度登上春晚 2017年11月 现唱2017年的 上海维蜜秀 再次惊艳了 中国和欧洲 都对张亮颖表示赞美 可见张亮颖的演唱水准 已经是世界级别的了 张亮颖现唱维蜜秀的开场作为 同样也在广州 开演唱会的杨谦华 也没想到张亮颖的声音 能有这么高亢 杨谦华算是 八九十年代的人 非常熟悉的女歌手了 她不仅唱歌 还兼顾着演艺事业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 忘了杨谦华还是一个歌手的身份 1995年 参加第十四届 TVP8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获得继君儿入行 2000年 以《少女的祈祷异曲横扫香港乐坛》 四台颁奖典礼 多个金曲奖项 2002年 2008年 与2009年三度 夺得十大金歌金曲 最受欢迎女歌星 香港女演员 歌手杨谦华唱歌唱的 小有橙色的杨谦华开始 进军香港的演艺界 谁知道杨谦华不仅唱歌唱得好 演戏 也是一把好手啊 2002年评电影 新扎师妹获得 意大利吴电尼影展最受观众欢迎大奖 2006年 获演一家颁发我 最喜爱女影心金奖 2013年 凭借春娇与志明 夺得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2009年 12月21日 杨谦华与丁子高的 姐弟恋终于修成正果 二人秘密道 美国赌城注册 在香港湾仔军乐酒店 举行千万豪华婚礼 羡慕 一个事业爱情 双丰收的女艺人 歌手杨谦华不知道这次 在广州开演唱会的时候 杨谦华是否听见了 来自江对面的张亮颖的问候 这一江之隔的两场演唱会 真是便宜了江上的船只 一分钱没花 就可以欣赏到话语乐坛的两位 优秀的歌手的歌声 怪不得网友都说 广州真是个追星的好地方啊 谢谢